母亲是孕育生命的起源 每年的母亲节总是使社会充满着欢心与感激 而这特别的日子也是台湾无障碍协会所举办的 全国十大杰出爱心妈妈词汇奖二十周年 透过表扬音乐会 让大众听见妈妈努力让孩子改变命运的故事 除了邀请获奖者与其家人外 并有许多贵宾亲临现场 以表对词汇奖意义之肯定与鼓励 我深知说各位爱心妈妈们 您是一面镜子 让我们从镜子里面看到说 我们的爱不够浓 我们的情不够深 我们太自私 您让我们学习到什么是真爱 那是上天希望您来教诲我们这一些的 伴着这二十年让那么多 在社会上角落各个角落非常杰出的女性 在母亲节的时候给她们一点点温暖 上帝无法照顾每个人 因此创造了母亲 而在身心障碍者的家庭中 母亲更是扮演极重要的角色 而责辉奖的创立给予这些无私的母亲们荣耀的肯定 感念她们对孩子的付出之外 同时让大众从这些身心障碍者的家庭故事中 了解身障碍者的各项困境 那在这么多的爱心妈妈的这些的故事里面 我深刻的感受到说 这些母亲呢 她比一般的母亲所付出的心力 跟她的辛苦 其实是我们很难想象的 所以真的是也是非常的感动 然后她们的这种精神 让我感受很深刻 就是真的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因为孩子的痛苦 她得知她很用心地去帮助孩子 然后陪伴她们的成长 这些的妈妈 其实从一个对孩子的一个爱 然后能够把它扩大成为 对一个社区 或是对相同的处境的小孩子的一个大爱 那这些的故事真的让我很感动 让我很动容 此回讲没有高低之分 南瓜各账别 台湾无障碍协会 在了解每位候选人的状况后 并会按照个案的不同 提供就业与生活上的协助 而这些爱心妈妈来自台湾各地 克服不同的难处与困境 台湾无障碍协会 也借此荣耀之机会 让平时牺牲奉献的母亲 能有喘息之机会 我们开始招收 然后到最后表演 然后招待她们 我们让她住最好的饭店 我们让她们美容 我们让她们去做一些平常 因为为了照顾孩子而没有办法去做的事情 然后我们舍弃了所有的政治人物的拜会 那我们在这里面就是每一届 我们都有一个主题 身心障碍者在成长的过程中 常会遭遇到许多挫折 此时家庭的教育就显得极为重要 在此会讲 可以看到爱心妈妈们的接纳与包容 在教导孩子乐观看待生命的同时 也推挤吉人去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而这种无私的态度 正是使社会祥和的关键 也让需求深入社会底层角落 一般民众对身心障碍者 其实他们的认知其实不是很清楚的 我们是因为刚好有这样的孩子 坚持用满满的爱 永不放弃的态度 然后给他们一些很正面乐观的心态 让他们去面对这样的社会 这次能够获奖 我觉得真的是给了我很大的肯定 跟鼓舞这样子 然后在这边有听到很多 身心障碍家庭的一些背后的故事 其实自己真的是很感动 这样的孩子在团体里面 有的时候是很容易被疏忽 而且有时候也会有被霸凌的一个状态 这样我女儿她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就曾经被人家抓到厕所去关起来 这样子其实很心疼 那么我们也希望就是说社会上 还有就是说我们的政府机构 其实应该对有学习的障碍 身心障碍的一个孩子 也给予更多的一个资源 当初一群热心的社会人士 以及不分障别的身心障碍者 以创造一个相互体谅尊重的社会为目标 成立中华民国无障碍环境推广协会 从1995年迄今 历经改名为台湾无障碍协会 仍四处奔走邀及各界学者专家 爱心人士一同打造 让身心障碍者更平等的身心灵无障碍环境 维护身障朋友的自尊 以达到真正平等的社会 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健康的人 我们生活的周章变成理所当然的 觉得这样的现象是OK的 可是对于身心障碍的人 尤其是行动不方便的人 事实上对他们来讲 是有很多的需要协助的地方 那无障碍协会呢 他们对身心障碍者 给了他们在生活空间的那个关怀 做了很大的一个努力 也让社会人士知道说 这一群需要关心的人 我们随时在我们的生活周边 我们必须随时都要去 关怀到这一群这样的一个 行动不方便的人 给更大的支持 台湾无障碍协会 为了身心障碍朋友 能与社会相互接触 理解彼此 每年只办多项活动 其中以关怀弱势 万人路跑 以及推动社福政策改革的慈悔奖 时代爱心妈妈表扬 为最重点活动 今年累月 已让许多身障者 感受到外界的温暖 也让更多人 对身心障碍家庭 有更深入的了解 而台湾无障碍协会 每年号召各方身心障碍朋友 所举办的万人路跑 是国内最大厂的 国际身心障碍日庆祝活动 不畏肢体的不便 各个身心障碍朋友 都前来热情共襄盛举 让人看见身心障碍者 对生活的努力 同时也借此呼吁政府 与相关非盈利组织 多方沟通 请盯弱势族群的新生 创造真正符合 弱势族群需求的生存空间 我记得的是有三大 非常重大的一个活动 那第一个就是在 每一年的春节期间 他都会办这个 关怀弱势的一个活动 对他们做心理层面的一个建设 让他们能够走出社会 而不是握在家里 使他们的这个身心发展的健康 获得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第二个就是在 年中的时候 就是像母亲节的前夕 他都会举办一个 爱心妈妈的一个选拔 对一个社团没有国家的奥远之下 能够举办20年这样的一个活动 真的是非常的令人花目相看 所以我们台湾采建 背后当然是有 公益采建的公益的精神 所以我们对这样的团体 义不容耻 更应该相挺 那第三个重要的节日活动 他都会举办一个 万人路跑的一个活动 把这些身心障碍的族群 然后让他们看看 外面的一个世界 所以他的精神 随时随地 无时无刻都在帮助 这些弱势族群 希望让他们能够 走出加紧 然后踏入社会 建立无障碍环境 不能只有爱心 更要建构无障碍制度 台湾无障碍协会 多年来 办理身心障碍者体验营 让人感受无障碍的重要 并不定期邀及各界专家学者 一同研讨社福专题 改革目前社会福利的不足 在社会福利上面 都还是留意 我们叫参谱式的福利 就是说我们看一个东西 我们会升起了这个同情的心 但是我们那个同情 可能是一下子的 那我们应该把这样的 一种这个片段的 个别的 能够变成一个制度性的 然后很理性的来想出一些好的制度 来帮助这些人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 我希望说我们这个社会能够做的 为了培养身心障碍者 能够适应社会 进而培养自理能力 台湾无障碍协会举办许多 符合当前社会需求的职业训练 与多元化活动 让身障者可以活得更有尊严 这也是社会的共同责任 同时也在举办大型活动时 发放民生用品 或办理摸彩活动 让身障朋友得以感受关心的温暖 我们希望这个社会 不管是心理还是物理 是无障碍的 那这个无障碍包括说 行动不变的人也好 老年人也好 还有就是说像家里 有这样的孩子的家庭也好 那这是无障碍所要做的 那我们三大活动 就是在彰显我们这样的精神 然后呢 也希望能够让这个社会 每个人都来参与 身心障碍者走出社会的同时 也需要培养国际观 因此台湾无障碍协会 除了宣扬国际身心障碍日 举办外人路口 并与国外身心障碍团体交流 一起讨论出 如何将身心障碍朋友 在生活上面的不便降至最少 建构真正符合弱势族群需求的福利政策 生命真的是很可贵 既然我们这一次来到这个世界 那我们就应该好好地来善用我们的身体 然后去做很多很多的 对社会跟大众有利的事情 一个非引领民间组织 20年来 在民间热心人士的支持下 坚持理念并关注世界议题 致力拓展社会福利推广 是一个非常艰巨的道路 期待这一切的努力耕耘 得以创造出民间互相关怀的社会模式 让每个人得以将生命光辉 发光至极限 成就温暖的社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